日本宮崎機場跑道 二日傳出 因美軍衛爆彈爆炸 導致塌陷 沒想到相隔一天 沖繩納霸機場 三日上午也被挖出 衛爆彈 官方表示 衛爆彈已交由 陸上自衛隊回收 不影響航班安全 但衛爆彈 接熱連三縣中 日本政府對宮崎 納霸 福岡及仙台 四座前軍用機場 展開緊急調查 重達兩百三十公斤的彈藥 把宮崎機場跑道 炸出一個長七公尺 深一公尺的巨型坑洞 跑道封鎖 航班大亂 約六千名乘客受影響 就在爆炸前不到一分鐘 一架日本航空班機 才經過跑道 乘客心有餘悸 專家推測爆炸原因 可能是外部因素不穩定 宮崎機場周邊多次發現 衛爆彈 美軍在珍珠港事件後 對日軍開啟大規模反擊 而宮崎機場曾是二戰時期 日本海軍基地 也是神風特工隊戰機出發點 跑道附近 被美軍投下大量炸彈 那霸機場也一樣 今年已發現至少九枚 衛爆彈及水雷 加上過去也曾發生 美軍軍火庫爆炸 讓日本民眾對衛爆彈問題 及駐日美軍武器儲備安全性 打上問號 閘地新聞 柯亞罕報導